真是慘 剛才水王回來了 我們查清楚上個星期 每個星期六會回到先貨 先貨之中除了你們訂的之外 我一定會遇到多些 遇到三兩十盒 十幾盒 我星期六在工作的時候 對著這單拿貨 拿剩下 有幾盒 但是 我很多人上來買 對不起 這些人已經訂了 誰知道原來 因為我沒有訂單 原來還有兩盒 我是可以賣的 即是有些人 之前上來 想買撿死雞的 撿不到 唯有跟他說不好意思 原來我還有兩盒 如果大家想馬上買到 又不用等星期六 就可以上來撿 會不會掉了 放心 因為我們訂的肚子 其實都沒有熟到透 吃得 但我們還沒有軟 大家可以看看 外面 春日居 也要賣195元 Eon兩隻 即是成舊上一隻 我是大唐嶺肚子 六隻 有證書 有證書 當然 日本人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到 直接上來買 你覺得香到 一打開 調到那些香味 其實我也是不斷說一下 為什麼 很香 很香 很誇張 很香 我這個距離戴著口罩都聞到很香 所以大家可以現在上來買 或者明天上來買 或者我明天上來買 我明天上來 但我怕買不及 立即WhatsApp 84811079 立即入帳 不用等了 立即吃 走一走一走 很重要的 老實說兩盒 其實我也不需要銷售 不過大人也要銷售一下 好 我們說一下 這個時候 這一節我們講戲 但是講戲之前 我們要銷售東西 我們播放第一張照片 為什麼要銷售東西 又是說過那樣東西 星期一、二、三 因為我們星期三截單 因為有些人開始 我講幾個星期之後 開始的人就明白些 今天有些人上來 說明是訂這個星期的貨 那就聰明了 所以我就不特別說 不用訂的東西 譬如我的貓丹蝦 不用訂的 我的牛肉 我的和牛 不用訂的 我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不在那裡說了 那這星期有什麼訂的 我們先看看 第一張照片 沒錯 越買越有勁 這個海膽 最初我們都是用599 虧本價來買 現在699 想不到人們還要來 買得多 為什麼 因為這人知道 真的值得吃 外面這一項東西 如果你在餐廳吃 你想想 分三碟 你156元 一半可以做三碟 起碼156元 現在你是699買到 星期五我來貨 星期六就到香港 你星期六來拿 星期六晚吃就最一流 OK 很冷靜 即是 never going back 不能回頭 好 海膽699 竹龍卷 不特別說 這一張看不到多大 其實一條竹龍卷 起碼有六吋 還有兩吋的直徑 串頂 即是跟我們賓州差不多 全雕魚做 198元 OK 即是賞尾期有七天 七天之後可以放到冰隔 這樣就放很久了 是水產廳長官想的受賞產品 其實簡單說 是魚蛋 日本魚蛋 不過是全雕魚 一點粉都沒有加 用石槌 撞出來的 很厲害 鯛魚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魚印 看到嗎 挺有型的 好 198元 好 好了 這個八爪魚 究竟八爪魚是怎樣 我就不用說了 因為實在太脆 其實這個八爪魚 在我這麼多種產品之中 我很難分高 它是我其中一種最喜歡吃的 我下一次這樣說 賣400元的是HKTV Mall 多大 500-600g 那我就有多大 都說700-800g 坐底 有些是公斤 有很大 賣388元 先不去下一張片 我又看看 我昨天 給了一條八爪魚 IkawaTV 我沒有想過這麼快 我想下星期 我們馬上看看 正 播片 播片 接著就是這個大唐嶺土 當然 大唐嶺土 行土運一定要吃 不行土運 純粹常美食 都要吃 因為在外面街外賣春日居 即是低一級的那種 其實都很好吃的 春日居 就賣195元兩隻 平均97.5隻 我的六隻 都是598元 而且是大唐嶺 更加高一級 現在我還有一盒 我不知道買了沒有 剛才我有兩盒 剛才有人上來買一盒 還有一盒 你們可以現在訂 放400 1079 或者明天上來直接買 那就不用等到星期六 如果不是 我要等到星期六 我要拿最好的 那就是4月6 通常我訂的那些 已經可以馬上吃 但還可以放一個星期 真的有時間放 好了 八爪魚 我們看看 現在TV怎樣品評 好大隻八爪魚 大家看看它的吸盤 正 你先剪兩條 試一下吧 好 那我們先剪兩條出來試一下 嘩 真的很大條 我先剪一條 嘩 它的腳真的很粗 大家看看 這就是它的腳 我們現在切開一塊塊 然後蘸些芥末 嘩 嘩 大家看看 這個八爪魚真的很厚 而且 剪下去 一點都不敏 非常軟 而且你感覺到它很脆 它脆代表什麼 就是它很新鮮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啤梨馬湖買來吃 好了 我們就切好了 我們馬上試吃 這個肉 我們就試過粗 嘩 嘩 你先蘸些芥末魚 吃得很好吃 那如果大家看完我們試吃之後 想去啤梨馬湖頂這個八爪魚 記得要預早去啤梨馬湖頂 因為這個不是馬上有現貨 是會預購的 對了 我想到了 可以留兩條來做日本大阪 很出名的 章魚燒 Takuaki 對 那我們就切開兩條 留下條片 就拍著這個 日本章魚燒 Takuaki 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留言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見 這段影片我收到 但我覺得… 我想他們正在聽 真的很大條 我覺得他們對於產品的介紹 不夠 可能他們限於短 想短一點 我常說要分數小時 是 其實產品的介紹 吃下去的口感是怎樣的 味道是怎樣的 他有沒有說很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很棒 當然好吃 他們其實不是第一次吃的 之前吃過 他們很喜歡吃的 我剛才看到桌面 其實他們有竹籠卷 那條片還沒剪得切 他用竹籠卷 他不是這樣吃 他好像進了一些東西 他進了一些東西 其實是日本人 因為他是日本人 昨天我跟 阿阿阿阿阿… 我忘記了他 什麼名字 不是 弟弟叫什麼名字 純義 對,好像是純義 純義聊天 原來純義拍了幾十條 教人說日文的片 但是沒有人看 就拍不拍 我說不是 你要堅持 那我就情相去 不如這樣 你每天一字 講幾分鐘 教一個詞語 講一分鐘都可以 一分鐘都可以 一分鐘是難的 很難的 太短了 即是每天一字 其實我不是說在我這裡播 最主要是別人會來多人看的 你一定要有習慣培育 好了 八爪魚 我們的老友說 為什麼不是給別人試吃 而是看別人試吃 你不用試? 給錢買便可以吃 三百八十八塊一條 這個禮拜 蟹是暫時 純也 不是純義 我家裡有紅衣 總而言之 蟹是因為優餘期 可能要八、九月才開 至少十月才會有蟹腳 其實坊間有 我還可以拿這些貨 但是我吃過沒有那麼鮮 不買了 那些都賣五百多元幾隻蟹腳 還有這麼多人上來 非人試吃吃不冷甜 吃多了我們科產 不是的 我有時候賣不完 所以就切給結他班的人吃 一吃完他們就每個都買 我就做生意 總而言之 黑卡那些都不特別說了 我們這些刺雞 哇 這陣子 那些人真的 真的不斷回頭 是要吃完 老實說 你是沒可能做到這樣的刺 我也說 一千元 我給你一千元 在街上吃碗那些刺 給我看 不是價值一千元那麼貴 而是 事實上 外面不會有餐廳賣 真的賣的餐廳 你不會進去 你進去 他也不會收你一千元 我看這星期有沒有做不做得切 我打算有一個 我忘記哪間 我都在我面前 那間有做要訂的 就是每位每個人 一千三百八十八元 每位 是什麼呢 叫做甲吞刺 有沒有聽過 用一隻乳甲 湯過去 丟一些刺 把刺進去 像雞包刺 用一隻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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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一些刺進去 然後 當然有高湯 有成的 放在鞋子上 燉 哎呀 屌你了 沒有那種味道 這個星期 我看是否說一次 傳下來 聽過名字就很厲害 先吃過好不好吃 沒錯 好吃就考慮推不推出 因為是貴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研究到 貴不擔心 最重要是好吃 這個香港有人做 有人做 一千三百八十八元一位 嗯 OK 但是好不好吃 還有他給你多少次 因為我就不知道 我沒吃過 好了 那 那 剛才播錯了 下次我真的要寫清楚一點 因為我真的好 整個風格就不同了 我們來看